它们是长着翅膀的哈士奇 豆鼻搞怪还拆家 是一只出生自带精神病的鸟 它就是葵花凤头鹦鹉 又名哈士葵 和碎嘴子灰鹦鹉一样 有很强的语言天赋 不仅英语说的 离我好 还能模仿其他动物教 天生的大嗓门 嘴巴又很大 又牵又嘚嗓 一言不合就骂人 性格还有点神经质 一生最爱三件事 饭二 唱歌和跳舞 一边唱着豆鼻的歌 一边跳着饭二的舞 因为心态好没烦恼 所以特别能活 一般寿命可达八十年 养上一只 就算你走了 它还能 在你的坟头愉快地蹦迪 妥妥的是 一鸟玩三代 人走鸟还在 葵花凤头鹦鹉的智商很高 相当于人类四岁的熊孩子 不仅会骑猫斗狗 它会开门开锁 用舌头拧螺丝 动嘴能力超强 只是和二傻子哈士奇一样 精力太旺盛 没事就爱拆家 二傻子在屋里拆 这或直接飞窗外拆 因破坏力太强 在澳洲本土 直接被定义为 冰威的骸鸟 虽然看似没心没肺 但它却是 最需要陪伴的鹰鹉 如果被主人冷落 就会变得郁郁寡欢 然后把自己 变成一只退毛的鸡 但只要你愿意 陪它跳舞 它依旧是 全村最亮的那个仔 这样的一只沙雕 又快乐的鹦鹉 你确定不想养一只吗